剛才我明明看到是你打金太三巴 不是他打你 家美,你怎麼會在這裡? 金太太請了我做緣的私人助理 從星期一開始 我就會去家口月園上班 今天就見新老闆,上面談個公事 你幫我這個狐狸精打工? 我的事你別管了,好嗎? 你想氣喊卡,氣喊姐姐 那個裙腳仔和西太后 值得我這樣做嗎? 我看見你的家人,我就覺得煩惱 我只是很仰慕金太太做事的魄力 所以主動去面試,想學習一下 跟你家裡的煩人無關 你臭女兒,我這次給你女兒面子 不追究,不要再有下一次 不然我告到你脫褲 阿袁,大馬老闆打電話來 說你請了一個私人秘書 請了阿莎的女兒,嘉美,是不是? 是呀,幹什麼? 我聽阿玉他們說 這個女兒搞風搞雨 搞得何媽一家人一天加草屋斃 婆婆,請職員最重要是否能做事 跟私人有什麼關係? 阿袁,總之這個女兒有問題 手段多多 這次跟阿卡拍完拖,那次她… 阿嫂,大公司請人最重要是一件事 那個人有沒有盡取心? 阿袁說阿家美來見公的時候 她說她沒做過這行業 她做了功課,還拿著一大堆資料來 還給我們很多意見,是不是?阿袁 是呀,祖伯 是呀,阿袁說阿家美幫忙 我這個做顧問的,才叫她去請她 但是我這個做老闆的 現在做顧問,她解僱了她 阿祖,那你就是假民主 你口口聲聲說我為了懸著想 叫我退下來做顧問 讓她多一點機會發揮 現在請一個助理 你在這裡礙頭礙細 試問她以後怎樣開大旗呢? 阿袁,你聽媽媽說吧 這個女孩子真是謊話精 明明有個兒子,她也要瞞著阿卡 何媽看不過眼 所以當眾幫個貪錢婆教女兒 何媽不會看錯人的 我真是不明白你們 現在請私人助理而已 又不是娶老婆,人家沒生過兒子 你們這麼緊張幹什麼? 我是個顧問,拍板也是阿袁 阿袁,你自己開主意吧 祖寶,其實媽媽說得對 人家的私事我們不應該理會 阿袁 祖寶,我想先換件衣服 阿姊… 阿姊… 阿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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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姊… 阿姊,阿姊,阿姊,阿姊… 阿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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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姊 阿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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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姊 阿姊,你也來了嗎? 今天真的值得慶祝 什麼事… 有一個很好的消息告訴你 什麼消息? 是呀 阿姊,吐了 阿姊,你快找到了,祖寶 快找到婆婆了 不要亂起床 從現在開始,你都很小心 不要亂起床,坐下你 沒事的 阿好,馬上給我拿一支不知年出來 今晚不醉無歸 祖寶,我們今天不可以喝酒 只可以喝奶 喝奶? 因為根據於素秋醫生所說 胎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的薩姨 就發明了一隻叫親人妹 讓孩子認識所有的親人 是呀… 輸了嗎? 喝奶吧 來…狗家仔,我們先試試看 好… 小心… 好,怎麼樣? 何媽 大水桶,薩姨 淨老婆,阿姨 淨老女,忠仔 潘文盲,周伯華 護心佬 你真是陪你看 你嗎? 輸了,喝奶了 好… 不讓你喝熱 薩姨 淨老婆,周伯華 護心佬,何媽 大水桶,阿熱 淨老女 你先來… 淨老女 阿熱、淨老女,這樣… 淨老婆,這樣,喝奶,喝奶 潘文盲 剛才都會練習的 你不敢喝奶 真是… 淨老婆,喝奶,喝奶 進來 珊女 怎麼最近這麼晚了? 連志進去街上? 醫院多晚了 我看見狗家仔送你回來 志進沒空嗎? 志進是你男朋友 讓她知道你倆走得這麼迷 她會不開心的 媽媽,志進走了 她回英國,我們分手了 為什麼?你們之前還好好的 你們經歷了這麼多事 很難得才會回到一起 她和以前的女朋友一起 她不會再回來 她會不會再回來 為什麼會這樣? 你們兩個很相對 兩個都是醫生,很多人羨慕 是不是管家仔經常纏著你 弄得你們分手? 我和志上分手不是因為管家仔 管家仔沒有纏著我 是她幫我 是她扶回我起來的 我和志上分手後 我集中不了精神工作 沒事,我拿錯了一個癌症患者的 X光片 跟一個沒有癌症患者說 那個病人向醫院投訴 醫院給我一封警告 我覺得自己不再適合做醫生了 我分辭職了 是何媽他們一家人 我安慰我,支持我 讓我覺得原來這個世上 還有很多人關心我 那個女人有目的嗎? 不是 何媽是真心對我的 她對我好像她對阿慶他們那樣 她別有用心,你知道她多討厭我 她特地對你好,想連你也搶走 媽媽,從頭到尾 是你先搶走韓國的東西的 是嗎? 小姐,要什麼? 麻煩電話號碼 好 老闆? 明天開的那份迷你準備好了嗎? 即是九點鐘準時要用的 我已經搞定了 但我想問一下 為何我們的經理會員會是兼職的 什麼兼職?正職 這間酒吧我打算頂來做的 頂完之後就不回郊學院了 不是吧?我剛剛才上班 你別告訴我這麼快就失業了 你幾乎相信人 這間酒吧是我朋友開的 我有空才來玩玩而已 我經常最健碩是現在的 來, 嘗嘗老闆的手藝 很好 早安 早安 你昨天叫我Aman的文件 還有今天開會的阿Janda都在這裡 聽說你昨天五點鐘才在酒吧走 我現在還沒醒你 你這麼快做了這麼多事? 我只是靠杯咖啡而已 不神奇? 試試 味道好像有點不同, 你加了什麼嗎? 不是 說笑而已 其實我每天在你咖啡裡 都會加少許酒幫你提神 今天就重熟了少許多 因為你下午很重要的會要開 你挺厲害的 我每天晚上替人家教我酒 也不知道你下了資料 只是跟你學習而已, 老闆 就是這樣, 早上我就是老闆 晚上我是酒店大, 招呼你 就是你才是老闆 不如我們今晚又反過來 昨晚呢? 你教給我一杯酒就很好喝了 今晚讓我嘗嘗教給你喝 好 今晚你們誰都不准走 什麼? 今晚到處去, 老闆娘想找人陪 今晚嘉美你來我站這裡吃飯吧 聽說你跳舞很厲害 老闆娘想跟你學習, 行不行?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 請按下小鈴鐺, 聽看 不止